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庙 但是他的观察的角度跟形式 跟传统我们熟知的 因为我们节目过去陆陆续续 有找过不同的专家达人来谈庙 但这本谈庙的书叫寄生之庙 作者赖博威 他毕业在美国哈佛大学建筑技都市设计的研究所 那他本身就是一个建筑师了 然后也在波士顿 北京 上海 东京 各个不同的国际一线城市里面去职业 那目前在 常住在台湾 台北 他自己本身是建筑师事务所的负责人 尤其是在华人社会 他是很多人的生活中心 信仰中心 甚至是 庙前面或周边的商圈 是很重要的商圈 但是赖建筑师 他用不同的角度来分享他的观察 而且他用双语的方式来出版这个书 也就是说 透过这本书 可以让更多的国内外朋友 可以去认识 进而去了解到 这个都会 台湾都会 台北都会里面的生活的样态 那讲到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跟金筑师聊到了 他就说 这个庙 台湾很多的庙 长在不同的地方 应该不能讲长了 叫做盖在不同的地方 他都背后都可能有不同的形成的原因 那为什么他会用这样子的角度 这样的观点来做这样子的著作 我们直接把他请到我们现场来 跟我们来聊他的观察 还有他对这个城市的认识 赖建筑师在我们现场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赖建筑师 就叫赖建筑师 还是你有英文 赖博威建筑师在我们现场 跟我们来聊他所著作的这本寄生之庙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我们这个建筑师赖博威 这本书的作者赖博威建筑师 就在我们现场 我们就跟他聊 寄生之庙这本书 赖建筑师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来来 你为什么会想到出一本这个书 而且你的书的这个 观察的角度和分享的重点 跟我们传统对这种所谓的庙语书 介绍庙语的书完全不同 我跟你讲 我们过去这个介绍庙语的书 有几种形式 第一个就是说 台湾有多少庙 这些庙各自拜什么神 这是一类 就是从旅游的角度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介绍庙语的书是说 每个庙里面有什么样的收藏 或说认识庙语的 这个艺术品 或是建筑品 或是雕塑品 因为庙有很多解年 有很多的 比如说飞檐 比如他们的瓦片 横凉 那也是一种形式 对不对 但是你显然这本书非常的 怎么讲 非常洋派 然后非常的这个视角和观点都不一样 你想要跟市场 或是说跟所有的这个国内外的朋友 你想要讲的故事 或是你想要讲分享的这个知识是什么 最核心的一点 最核心的一点是 这些庙是台湾非常有特色的都市现象 现象 都市现象 那起源起源是 事实上这整个事情做了非常久了 起源是在2010年的时候 当时我人还在上海工作 然后回到台北万华参加一个工作营 那至于那个工作营做什么题目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在这场工作营里面 看到了在万华 有一个水莲宫 那这个水莲宫呢 它基本上是在跟合体 还有这个高架桥的 共同夹出来的一个位置 合体高架桥夹出来的 对就夹凤钟 没错 没错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面 毕竟我整个成长过程 还有受大学教育的过程 你是在台湾出生吗 对没错 你小时候住哪里 我在嘉宾出生 但成长在台北市 OK 我会意识到说 台湾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庙 就处在一个非常极端的都市环境里面 这个环境这样的基地呢 通常是不允许建筑物存在 可是台湾的社会 台湾的政府会特许 这些庙存在一些不可思议的基地 不可思议的基地 对不可思议 你不要这样 我们是一个尊重信仰的国家 所以啊 庙想要很多特权 是没错 对 然后呢 存在不可思议的基地 你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什么 我发现说 这样子奇异的现象 有跟庙跟都市 跟自然结合的关系 有很多种 这到底有多少种呢 我们不知道 应该说 每个人凭自己的生活经验 都可以讲出两三种 我相信各位在你的社区里面 你会看到一些 在公寓里面的庙 比如说在一楼的 或是一些占据人寻道的庙 可是到底终究有多少种 台湾到底有多少种这样的庙呢 从2010年开始我就想到说 将来有朝一日 我要做一个研究记录 对不对 要把到底台湾有多少种 这样子庙跟都市结合的关系 对不对 整理出来 可是当时我人都还在上海 所以这整件事 时间不够 到2013年 我回台之后才开始的 你就一步一脚印去找 去看 是的 听众朋友 我要说 我建筑我没那么专业 但是有一个事情 我看得很爽 怎么说 摄影我很专业 赖建筑师他拍的庙宇 他透过印刷的技术 他把周边的建筑物 都是用黑白呈现 但是他要凸显的庙宇本身 他就留了彩色 这种highlight的方式 你看了就觉得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 你光是看昂儿 看图就非常的震撼 有的图我看了 就会起鸡皮疙瘩了 就是那个真的非常的特别 当然他书里面会跟大家分享说 他观察到的这些现象 所以这本书是经过了 经过了精密的规划和巧思设计的了 对不对 有的 你很想讲一些事情 是的 我想讲蛮多事情的 那庙本身就是说 这个特殊的都市现象 就是说为什么他有别于过去讨论庙的书 第一个是这个 不管关于信仰 关于庙的建筑本身呢 已经有很多前辈们 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所以事实上不需要我再去做那个部分 但是确实庙跟都市结合的这一块 是缺失的 而且我们回到说 讲到庙的建筑本身 对不对 通常讨论庙的建筑 都是讨论像是一些有名的名胜古迹 对 大庙 真正台湾为数众多的这些庙 对不对 他们是比较没有名的庙 他们是隐身在街头巷尾之中的 随时跟生活紧密结合的 对 那这些庙他过去 他不只是信仰的中心 他应该说是社区中心 社会中心 因为过去老一辈呢 就比如我们祖父母那一辈的人之前呢 他们没有像什么网咖 或者是像 当然没有 对 他们不会去靠这些地方 他们的社交场合是 就是这里 对 就是各个地方的庙 就是这里 所以说他造成了说 台湾对不对 你三部一小庙 五部一大庙 你看到这些庙 几乎是无所不在的 那么同时你会知道说 我们的老一辈对不对 他们投资了无数的金钱跟时间 特别是资本 在盖庙这件事情上面 没错 对 可是我们 他很愿意付出 我们过去的书 尤其讨论建筑的书 主要是针对 可能只有五%不到的那些名胜古迹 那些名胜古迹 确实有建筑上很可以讨论的部分 但是这些庙 他真正能够讨论的 在我的眼里 是跟都市结合的关系 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 对不对 通常很多 你要去盖一个房子 都不太可能 比如说 这本书里面很多的庙 是在和题上 在台北市 你要在和题上 对 在和题外 在和题上 你是不可能盖东西的 现在不可能的啦 对 或者是你要在桥下 或在马路中间 去盖一间庙 马路中间 对 马路中间 台北 台北有吗 台北很多 或是台湾很多 在马路中间 不只在马路中间 你还可以发现在 这个马路的中间 地底下 还有地上 不是在地表面 都会有庙 路上会突出一个岛 一个人工岛 然后上面有一座庙 哪里啊 在深坑 在石定这边 有这样子的庙 你跑那么远 没错 然后呢 然后所以呢 你就发现了这个现象 我要整理出到底有多少种 就我刚刚说的都是各个不同的种类 那恐怕是无数哦 不会到无数了 不会到无数种 因为这个研究 我们做了四年 大概在做了一年半之后呢 这个新的品种就没有再增加 但也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去找出来说 台湾到底有多少种 所以你还是要 你还是要去 比如说 OK 听众朋友 这个赖建筑师啊 他跟他的团队一起啊 把他把这些庙 他们做了一些定义 比如说他跟城市的关系了 比如他定义叫楼中庙 或者是这个 T庙庙 室外T庙 转角庙 他做了一些防火象庙 就他发现各种 不同形式 寄生 侧生 或是隐藏 或是插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庙 你去做了一些分类和定义了 对没错 经过了 经过了这些年的努力呢 基本上我们是 比较像生物学的分类方式 分出了这个36系 跟108种的庙 36系 108种 OK 那这36系 就是书中画的这36个庙 它事实上就代表了36系 那真正被我们 说出台湾的庙 对不对 跟都市 跟自然环境 只有多少种 这个是108种 当然我不否认 我先不否认说 哪一位听众朋友呢 明天 或是此时此刻 就在台湾的某个角落 发现了一个新品种 那可能就变成109种 有可能 所以说这108种呢 是一个大概概括的数字 可是你已经花了很多 不是一个精确的实时数字 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 去做分类了 对去做分类了 对对对 而且这个恐怕也是世界第一本吧 唯一的一本吧 可能没有人这样去看 如果以妙来讲可能 确实有这个可能 因为前提上 它必须是在台湾 或者在香港这一类的城市 才有机会 所以你也有看到香港的 对 事实上有一位 何涵锡核建筑师 他是景观建筑师 他在香港开业 那么他事实上 有帮我在做香港的调查 但是香港我们能做出来 因为香港毕竟比台湾小很多 小很多 他大概做出来才十种不到而已 对 就是说 这个寄生之庙这个都市现象的 我不敢说是台湾仅有 但第一个 绝对世界少有 再来呢 其他的城市 其他亚洲城市 这个我等一下 其他亚洲城市 绝对没有像台湾这么多种 这么蓬勃 那中国呢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在中国呢 上海北京 常常到一些三四线 上海北京那是一线成线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这种民间信仰的 对不对 可能在这些城市都比较不容易存在了 但是我到了中国很多三四线城市去 我也没看到 真的吗 对我也没看到 我推测的理由是因为在文革的期间 对不对 这一类的那个信仰或者是 宗教民间信仰 对全部被破坏了 所以说变成说台湾可能是硕果仅存的地方 OK 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啊 就聊一些特殊形式的这些庙啊 那么赖剑草 他们看到了什么背后的故事 好 大家带我回来 嗯 喂我们继续跟这个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啊 叫做寄生之庙的作者建筑师赖伯威聊台湾的庙语啊 寄生之庙这本书非常的独特啊 它它是在跟大家分享跟记录整个台湾的庙语的形式 它以庙语存在的形式来进行分类 三十八系三十六系一百零八种形式啊 所有的形式是什么呢 所有的形式大家可能可能大家都知道 庙对华人社会来讲 庙是生活的中心 庙是社交中心 庙可能是很多人 古时候人的社交中心 还有我觉得庙也是商业中心 因为周边会卖很多东西交易啊 那那些书都有人讨论 那些都有人讨论 但是赖建筑师这本书啊 很独特 他用独特的视角去记录了一件事情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有些庙是长在树下面的 有些庙是长在水上面的 有些庙像我家附近啊 有些庙是在公寓里面的啊 还有些庙啊 你看不到外观啊 你要坐着电梯上楼啊 然后才看到里面有那个祭拜的地方 那赖建筑师的这本书叫寄生 所谓的寄生就是跟都会发生关系 寄生在都会里面的各种庙语的样态跟形式 他透过完整的记录 当然这应该是一个团队的记录 他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说 这是台湾独有的现象 而且是台湾 你有没有觉得这算不算台湾的一个特色 绝对是的 是不是 你花了四五年的时间 对 花了四五年 痛苦的地方在哪里 开心的地方在哪 先讲开心的地方 开心的地方事实上是 为了做这件事情 组织了一个年轻的团队 有一个团队一起做 那这些年轻团队呢 大部分是一些年轻的建筑人 可能刚毕业 大概五年工作经验的建筑人 那他们除了觉得这件事情有趣 就是找新品种的庙 事实上不是新品种 新品种是对于我们而言是新品种 但对台湾来讲 那可能是存在几世纪了 一直存在那 但是就是说 靠着这批年轻人的帮助 我们可以把这个品种 比如说一开始 从我们各自的邻里周边开始照 这样是二十几种 对不对 那扩大到全台湾 然后最后归纳出 我们可能找了四五百个以上的庙 然后归纳出来是一百零八种 而且光约去定义它就很 那个就很辛苦 那是需要经过蛮多的讨论 那就像这三十六系 对不对 我们手上有上百个庙好了 那我们到底要挑出哪些庙来画 来制图 对不对 这本身是一个很棒的讨论 那痛苦的是什么 痛苦事实上是有很多很有趣的庙 他们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就变成遗珠 就说事实上这个庙很有趣 我很想呈现给大家 可是考虑到我们有限的人力时间 我们只能做这三十六个 对不对 资源 他们就被放进口袋里了 或者就被数字高的 他们没有办法呈现出来 你可以再版第二本第三本 出一本套书 如果社会上有人听到了今天姚先生的节目 对不对 愿意赞助的话 我们就会去做出第二本第三本 然后把这108个全部画起来 对 对你让大家看到更多 而且听众朋友 他的这个书的表现形式真的非常特别 因为他他里面有这种建筑像建筑图的那种线稿 然后他的照片的表现形式 真的真的非常好看 这是我最喜欢看 就是说他把一个重点 不重要的都是黑白了 重要的就是留着庙宇的彩色 但是这个庙宇的彩色 另外一个重点都是红的了 这个也是一个独有的现象 台湾的这个庙宇 应该说我们大部分找到的庙 对不对 我们大部分找到的庙都是红色为主 但也不排除 是刻意的 不是 是归纳出来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说 事实上有些庙就不是红色的 比如说就在这栋楼旁边有一个音庙 非常有名 古厅旁边这个庙 事实上大家都看得到 他就不是红色 他就不是红色 那坦白讲 这个庙对不对 就其中一个遗珠 我们知道这个庙很有名 很多人都知道他 对 但是在我们挑选36系的时候 对不对 他被其他的 同一个品种的其他庙给取代掉了 咱们这个建筑旁边的 这栋楼旁边就是 这个庙你把它归类在哪一种形式 他事实上就是在这个 应该算是人行道庙 人行道庙 但是他又占据了一点 这个旁边这种大楼的土地 他就是在夹在这两个之间 然后旁边有一条防火象 对不对 他又占缺点防火象 对 但总归类来讲 是把它归类在人行道庙里面 那台湾最多种 我们找到最多种的 就是人行道庙 是跟这个公寓里面的 事实上这种是特别多种的 反而真的是公寓里面的庙最多 原本我们没想到 我们原本是找了之后才发现 因为我们这108种里面 有很多是孤立 很多是孤立 但有很多就像公寓里面的庙 这非常多 为数可观 人行道上的庙 这为数可观 那讲到孤立的话 对不对 合体庙 基本上有三个品种 在合体的高位 中位 低位 还有分啊 对 这些有三种 高位 中位 低位 是什么意思啊 在合体的高度上 真的啊 对 没错 可是真正 唯一的一个孤立 对不对 他是在合体底 可是这个庙 他在长潮的时候 对不对 是一个机械化的庙 他可以把自己抬起来 这个在哪里 这个庙在哪里啊 在三角度码头 在这本书的 第28号的庙 好等一下 我来找一下 28号 三角度 还有 所以这个 这是有人 有人去 去花了钱投资它 去让它可以 飘起来的 这个是台湾首建 而且应该是 全台唯一的案例 恐怕是不是也世界 庙呢 不再只是一个建筑物 它已经变成一个装置 变成一个机器装置 对 我们只有看到 很多国外的这个 国外的桥 因应这个 帐潮 它会 或者是 有船要过来的时候 它会有机械装置 把它打开来 对不对 瞧 你现在说庙 这个庙本身就是一个机器装置 它在涨潮的时候 会把自己举起来 外观看不出来 但它是一个全金 你看看这四个轨道 看图的 四个轨道 这谁盖的 士林 台北士林天德宫 好特别 建坛抽水战 山脚渡码头旁的天德宫 这谁投资的 谁盖的 不是投资 谁盖的 我相信应该是庙的信众门 对 因为这一定是个近代改建的 这个庙可能在这里几百年了 改造成现在升降的形式 还有一个可能性 因为它存在 所以它是被容许的 它如果要迁移的话 可能就不行了 要迁移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神明不愿意搬 或者是在搬迁的过程中 发生了很多事故 所以说还干脆留在原地 那留在原地 却要随着都市的改变 而不愿意就被淹掉什么 所以它就干脆就花了 信众就花了钱 去做了一个升降梯了 对吧 把庙整个撑起来 对 我看这个全世界 可能别的地方也没有 可能也是唯一 真的没有注意到 这个庙很特别 还有什么特别的庙 你发现到 事实上面对同样问题 对不对 在同一条河的对岸 有另外一个庙 在这本书的第36个 36个 最后一个 你的36系 36 好 我来看一下 这也算一系 打带跑庙 来来来 这个庙事实上也是孤立 也是孤立 那基本上我们找到这个庙的时候 我们以为说这个庙是把台湾的夜市文化 把台湾的摊车发挥到极致 它基本上就是把摊车改成一个庙 所以说我们很自然的先入为主的误以为说 这个庙这样做是为了夺警察的取缔 自以为这我们主观预设立场 但后来 不是 深入了解之后 所以它跟刚刚那个升降庙面对的问题完全一样 怎么说 洪水来的时候把车子给推走 把这个摊车把这个庙给推走 可他就是要在那个周附近移动 他不去其他地方 对 但是刚刚那个庙是垂直的垂直向移动 这个庙是水平移动 对 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的长民智慧 因为这些庙 这两个庙都绝对不是什么建筑师的建筑 这两个庙都不是什么设计师的设计 它是台湾的长民的创意对不对 创造能力对不对 透过庙来体现 好有意思哦 诶 他就水来的时候他跑吗 对不对 不过我怀疑他根本从来没跑过 真的 我怀疑他从来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呢 我相信同样的理由 诶就是 诶 神明 坚持要留在这里 神明给的指示 就说我 我觉得这个地方最舒服 或者说这个地方的人民最需要我 因为你到底要不要请神明班你会宝贝吗 一定会嘛 一定会 或者是神明托梦跟你说他不想办 一定会嘛 对 听到朋友这个庙好有意思哦 它是有轮子的哦 就像刚刚建筑师讲的 它就像一个餐车啦 但是呢 餐车我们知道 餐车是在什么时段 什么商圈那里 人潮最多的时候 我们就把车开到那里 然后目的是做生意赚钱 但这个 它真的叫个庙 它叫四啊 它叫做台北士林百灵寺 百灵桥的百灵啊 他就他就他就长不是长在这 他就设在设在一个桥下 百灵桥下 这真的真的很有意思啊 然后 他里面的供奉的神是什么 我这个照片看不太出来 应该是什么神都有了啊 对 台湾是一个多神信仰 对对对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庙对不对 他是供奉一个主神外 对不对 你会看到很多其他的神明 那在这个找的过程中 对不对 也有一件事情 在这个找的过程中 有一件事情颠覆我原本的想象 我看到原本很多庙对不对 他的那个神坛前面加了一个铁门 对不对 我本来都以为 我本来都以为说 这是保护神明被偷走 是那种剪刀门对不对 对 但后来我发现说事实上不是 很多庙设这个门呢 他不是怕神明被偷走 他是怕其他的庙对不对 把他们的落难神明放到这里来供奉 刚好颠倒 刚好颠倒 对对对 事实上有很多的这个 有很多神啊 到后来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人不供奉了 然后那些神像啊 就那个就就就就落难了 然后就有一些 还有一些庙是专门收容这个的 对没错 而且而且我觉得啊 华人啊 华人信仰很独特 无所不败 无所不败 我们还有碰到那个蒋中正神的 有没有 有啊 好多哦 各种各样的神都有人拜 只要他认为 他崇拜他 他认为对他生活有帮助 对他生命有意义啊 他就他就他就去供奉他了嘛 这本书一开编 就讲了这些庙的四个特征 刚刚姚大哥讲的就是其中一项 第一个这些庙是无所不在的 对 第二个这些庙是无神不败的 对无神不败 第三个这些庙是无孔不入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刚刚姚大哥看了这两个庙之后的 发出的赞叹 这些庙是无其不有的 真的真的似无哦 无其不有无所不在 无孔不入无神不败 哎你看好厉害哦 然后你去 这也是你整个归纳整理后 发现的一个重点 对不对 事实上我大概找了几个之后 就已经写出这四句话了 我觉得你应该 你应该在跟这个 不同的国际团队交流 让他们来发现 然后来介绍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 Discovery很重要的这个 很重要的题目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再继续跟赖建筑师聊下去 他还发现了什么 来我们继续跟 寄生之庙 野人出版社 野人文化出版社 出的一本新书的作者 赖伯威 赖建筑师 他们用一种新的观察 去记录了台湾的 各种庙宇的形式 然后用36系 108种庙 很有意思 我们讲他的庙的分类 他不是用神的分类 神奇的分类 信仰的分类 或者是说用地区来分类 或是用比如说我们讲情人庙 财神庙 他不是 他是用形式 因为他们是建筑团队 他们用形式 用不同的庙与形式 跟社会 跟都市的关系 共生的关系来记录 整理 归纳出来了 这很有意思 你看有贴墙庙 有路上庙 天桥下庙 电话亭庙等等 所以你会发现 这真的是 我们台湾真的是 超民主的一个国家 就有哪一个城市 有哪一个国家 可以容许不同的庙宇 以不同的形式 存在在一个这么现代的 持续进步中的都会中 这是非常难的 但还有一件事情很难 怎么会有一群人 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去把它整理 分类出来 然后跟所有 可能天天生活在 这个都市中的你我 却没有观察到 没有注意到 这个现象的人来分享 这个是我觉得 我觉得是赖建筑师 他这个团队 他领导的这个团队 去做出来的一个 算工作 贡献吧 算成就吧 你觉得你自己的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真正做这个事情 最大的收获就是组织了 这个团队 这个团队的运作方式 我觉得是这个时代 新的某一种合作的方式 你多少人 在我的通讯群组里面 是六十几个 但是让真正参与的 可能是有到八十几个 那当然这六十几个 八几个人 第一个他们大部分 是彼此不认识的 他不是在你的建筑师事务所里面 不是不是 只是一个社群 对只是一个社群 只是一个像是同好社群的 它是我透过教学 跟我透过演讲而认识的 你怎么去create这个团队的 一开始 一开始当然是会有几个 我的同好 或是我的同事们 或者是我的学生们 跟我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就讨论出来 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做 对不对 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 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 那后来透过很多演讲的机会 对不对 会认识一些更多的年轻的同业 那他们对这个主题有兴趣 那会知道说 事实上我们是需要很多人 一起来帮忙找的 所以说就加入了这个社群 那同时呢 有些更有兴趣的话 他们可能会更深入的 所以你有在网络上分享 应该说是手机的通讯的社群 是第一个主题 那么在网络上的话 粉丝专业所针对的 就是非这个群体的人 但是就是说 这么大一个团队 第一个没有一个实体的 一起办公的地点 然后彼此也不互相认识 基本上是靠一个虚拟的云端的硬碟 对不对 就把这些资料通通收集在一起 是哦 对 那就是说我有 就是你有一个主轴嘛 一个主轴 我们要做共同来完成一件事情 是的 对不对 然后大家就各自分头去努力 对 但是你最后还是要有一个 committee 或是一个讨论 ball meeting 来决定 决定36系108种形式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小的group 那刚刚那个这么庞大的群体呢 他们所负责的 第一个就是搜寻 搜寻这件事情是那个最仰赖这个群体的 为什么 有点类似田野调查了 对 没错 这个田野调查 事实上我自己亲自去 我也没有踏遍这四五百个庙 或者也没有踏遍这108个庙 是靠很多外线市的朋友们 一起投入 一起 当他们回家 当他们出差的时候 他们已经看到了 对 无时无刻都在找这些庙 对 那么当然做这108个分类 这需要比较深入讨论的话 就会是一个比较一个小群体的作业 对 但是这个 这件整件事情 第一个最大的难度是去怎么找到他们 对 是透过这个大群体来完成的 对 那透过他们把他们找到的资料上传 把这个照片上传 对 我们再筛选 然后我们才能决定说 是不是在属于这36系列 对 就你们也 最后还有一个编辑委员会的 类似这样子 对 没错 对不对 但是最后还要去画图 还有拍照的时候 因为出版他们比较相对严谨 这是一个很严谨 你还要再派一个团队去拍照 去画图 对不对 对 当我们确定了这些庙的时候 对 我们就会从这个大群体的人里面看 有谁的家乡是在那里的 请他去拍 请他去拍 对 请他去拍 就每一个庙上在 原本在哪一个地点 对不对 对 就已经搜寻到 透过Google Map 透过现场调查 那要补拍照片的话 对不对 就会请这个群体 可是拍照还是有风格 建筑师很讲究风格 没错 但是所有的照片 我个人同意处理所有的照片 今天这本书里面看到的照片 这样子 刚开始姚大哥 听说以摄影来讲的话 这个周边都是黑白的 这个红色主体照片 这是我个人 对 我个人处理 那事实上这里大部分的照片呢 坦白讲都不是什么专业的摄影 很多都是手机照片 真的假的 对 很多都是手机照片 可是一个庙宇 你要拍它 你可以正面拍 侧面拍 你会给他们一个 要跟周边环境的关系要拍出来 就是master shot 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事实上这些庙本身 对不对 这些庙本身的意义没那么大 它的意义都是那个环境赋予的 你看这本书里面 庙的命名 都不是用庙的本名 对 比如说是什么福德宫啊 或是天后宫 不是用这个来命名 而是用朝下庙 或者是公寓庙 对 或者是路上庙 这是你赋予他们的一个新定义吗 对 这个定义这个名字的由来都是来自于他的环境 所以说拍照的时候 对不对 重点就是在于不是在庙本身 而是环境的关系 对 对 所以很有意思啊 像这个地方啊 第二十 第二十种类型 叫电话亭庙 我真的不知道有这种庙啊 坦白讲 这个就是命名上的一个例外了 这个电话亭庙事实上是人形道庙 但是为什么叫它电话亭庙 因为它实在是太像太像一个电话亭 它在永康 台南的永康 它像就是把一个现成的电话亭 对不对 对 从五金行 从专业的五金工厂买一个现成的电话亭 然后把它改 真的假的 它是这样来做的啊 它很明显就是这样做的 它应该不是像 而且这个是西方的电话亭 还不是 对 还不是亚洲城市的电话亭 但是它真正在分类上的本名是人形道庙 但是在你们访查的过程中 你们有去追溯 会不会去追溯它当初为什么会这样盖 为什么会用这个形式来表现的时候 你们的团队有在这个方面去采访到庙的所有人吗 第一个是这件事情很难做得到 很难哦 太困难了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本书里面的法祖宫庙好了是一个跨街庙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名非常有历史的庙 我们叫做跨街庙在第几页 跨街 跨街 现在好流行这个字哦 跨街 跨街庙 OK 来我来翻 你就讲 它本身是非常有名的庙 所以说庙本身会把这个庙的历史做非常详尽的介绍 他们有很多DM 他们自己会印好DM的介绍他庙的历史 但你从网路上也很容易查到 但是更多更多的庙 他们不是那么有名的庙 甚至你还找不到庙宫 真的没有的 有的根本没有 所以说你无法考 对于历史的部分呢 我们能找的内容我们就放上去 但真正我们在分类上的两个大重点 用一条线二分法两个大重点 这个庙是生于都市之前 还是这个庙是生于都市之后 肯定多数都是在这个都市之前吧 这不一定 不一定 在数量上我们没做统计 但可以举例有某些类型 比如说像是桥下庙或是陆中庙 他们一定是生于都市之前 或是合体庙 已经生于都市之前 陆中庙举一个最好的例子 今天我们不可能没事 有办法去在路中间盖一个庙 那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因为过去没有路 那再讲公寓庙好了 公寓庙它必然是生于都市之后 因为你要先有公寓 可是虽然说 我相信很多公寓庙的由来是怎么样 是原本那是一片田地 然后后来一整群的公寓盖起来 对不对 没错 有可能 当时在改建的时候 先跟神明说 我们公寓盖起来之后 再把神明轻怀 再还他一个庙账好不好 所以形成了公寓庙 对对尊重 要不然你也盖不下去 居民会反对 没错 但这我们没有办法 每一个都去考据 所以说我们还是用一个 简单的二分法 以最后的类型 以他此时此刻的状态 一种现象来判断说是之前还是之后 对 很有意思啊 那如果如果就是大家可以去 我觉得留下一点点的空间 让大家去省思也可以了 或是自己去推敲 如果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去再去做二度的田野调查 去访查也可以了 我觉得这至少给大家开了一个开端 就是看到这样子的庙的存在 像刚刚赖建筑师讲的这个跨街庙 它在台北大同区叫做法祖宫庙 大同法祖宫庙 清光绪年间就盖的了 这个我都 我出入那个附近 我都没注意到这个庙 它离建成圆环非常的近 建成圆环 就是老圆环嘛 对没错 对不对 没错 那个已经没有了 那个建成圆环现在完全都不存在了 还是由李祖元建筑师事务所改过的 这个法祖宫庙 它经过非常多次版本的演进 那以说那个寄生之庙里面 很多庙都是无名小庙来讲 它算是一个比较有规模有名的庙了 算名庙了 所以它才有很详尽 对它这个庙的历史的介绍 桥下有车道与车经过的立体庙 两到二楼到四楼是济世神明的神殿 而且整个庙是用电梯来做出入口的 这个还是有 你还是有做一些没有表情的建筑 因为通常我们面对都市主要道路的这个面 一般正常的建筑都会开很多的窗 或是一个比较友善的面 对它基本上是一个 形的 对一个大的石墙面 怎么会对的主要街道的那一面是平的 我相信这跟庙的神明的指示 跟庙建筑的章法有关 就是说它的正向在哪里 它的背向在哪里 这个就管不着那个都市计划了 是没错 基本上庙的建筑在台湾 一个都是某种特许存在的 特许或莫许存在 对莫许应该讲莫许跟贴切 对不对特许或莫许存在 因为这其实某种程度也是 也是凸显我们 我们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我们真的还蛮民主的 我们尊重很多的信仰 所以一碰到这个话题 对你要信谁你就信谁 我们没有意见 好我们再进一段话 带回来 因为我又发现了一个庙 宠物乌庙 还有这太有意思 带我回来 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呢 寄生之庙 这本书的作者赖伯威 赖建筑师 他本身就是建筑师 他透过了一个网络的社群 然后一群人在一个跨越时空的方式 然后一起努力 在一个主轴之下 就是以这个形式 庙宇存在于都市中的形式 去共同去找出了台湾的各种存在 以不同样态存在于都市中 还有的是插在都市中的 有的是长在树下面的 有的是盖在水面上的 甚至还有这个飘在水面上的 还有这个长在电梯里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庙宇的形式 然后却是透过一群 原本可能彼此都不认识的人 在一个社群网站中 慢慢慢慢搜集 整理归纳 最后出版出来的 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很特殊的 记录台湾庙语形式的书 叫做寄生之庙 我比较好奇的是 出完了这本书 之后呢 你们还有什么新的计划 目前有两个计划正在进行 第一个是说书不是保存 这些研究结果的唯一形式 我们比较希望是 它变成一个互动地图 那这个互动地图 可能变成APP 或是某种软体的形式 那这个互动地图 是某种旅游导览性的 变成是说你到台湾来 你下载了这个APP 它不是只有告诉你 一般台湾的旅游景点 跟这个小吃 或许它还能告诉说 台湾还有这样另类景点 这是其中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还没有很成熟 因为就是跟国外外国朋友讲 你们在世界各国都看过很多庙 可是你有看过 长在这个地方的庙 长得像电话顶的庙 还有在下面像一个行动摊贩的庙 那他们看了有兴趣 就透过这个APP 你就可以找到它 对这个很棒 这是一个卖点 对台湾另类的旅游景点 你刚提 就是说一个是 是把它做成这个导览 用电集合科技 用网络或APP做导览 另外一个形式是什么 是游戏 游戏怎么玩 游戏的话 也许手游或是其他类型的游戏 形式的游戏是最后目标 目前现阶段的目标是 把它变桌游 那我大学同学 东大的料理家料博士 他的副业的兴趣是开发桌游 所以由他的青蓝游戏工作室 怎么写青蓝游戏工作室 青色的青 山蓝的蓝 青蓝游戏工作室 料理家博士的 他把寄生之庙 开发成了一个桌游 怎么玩啊 这怎么弄啊 这个桌游怎么玩啊 这个游戏 桌游就像大富翁那样子 对 当然玩法跟大富翁不太一样 但就当作是像大富翁一样的一个游戏 只能这样子解释的 贴一个地图在桌面上 对没错一个地图 一个地图 只骰子 不用只骰子 不用只骰子 那怎么玩啊 交一下嘛 你们这种讨厌的 哎呀 姚大哥你不要讨厌我 这个游戏的说明 我觉得说 你再请这个廖博士来你的节目 哦 哦 好了 原来是有伏笔的 是的 是的 OK 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 这个事情是成型的 商品化了 对 已经完成商品化了 我们上网查得到吗 上网查得到这个游戏的开发过程 但他真的要上架的话对不对 要等到明年春天以后了 哦 还没有 还没有上市 对 还没有上市 对不对 他已经完成规划了 对 没错 对不对 你说打样也打出来了 那你觉得他好玩在哪里 我觉得他好玩的 认识这个城市 他第一个会让你认识 当然说这个游戏 因为为了流畅度 所以说他可能没办法 把这36种或108种都 当然不可能 对 但他会骑出 他可以一套一套一套的 对 他骑出几种代表性的 大概是12到18种 这样子 12到18这还有一个升级包 对 对 对 18种 让你认识就比较典型的 这个寄生的庙 那他的整个过程 事实上你硬要讲的话 还是比较像是一个 这个地产游戏的类型 那也不错 至少他你知道 就他比较 用更长迷娱乐的方式 让人家得到知识 我觉得这更好 对不对 而且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 你确实会体会到 这个都市的变迁 对不对 让这个庙的形态会不断的叠代的去改变 就土地环境的改变 对 就是在这个书的理论 或是在书所描述的事实里面 他确实某种程度的反应在这个游戏里面 那这个游戏本身的系统也是独创的啦 就是说 虽然说我们拿大风作比喻 但是那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比喻 非常不对的比喻 那只是说 你不知道什么是桌游 对对对 大部分是这种桌游 对 但是说他的游戏系统并没有去参考 目前世界上的 不管是台湾或是欧美的 他是唯一的 他是独创的 独创的 对是独创的游戏 跟别人不一样 确实跟别人不一样 他不是只借用了这个寄生之庙四个名字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大风游戏 可以自己去开发一个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宝可梦一样的东西 去找这个 去找你的庙 确实如果这个游戏变成了这个手游的话 对不对 那么他就像是个寻宝游戏 对啊 而且跟我们找到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 确实 很棒啊 有人这么建议 对没错 对啊 他变成手游的时候 而且我看到 我看到你们找到那些庙 太特别了 你这个传庙又是什么意思啊 他是 他不是要烧掉的 对不对 他不是要烧掉的 事实上传庙 对不对 坦白讲 就是说 传庙也是寄生之庙的某一种例外形态 这个庙在这个床上面 可能一年只有一次或两次而已 他并不是长期的 至少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他并不是长期的住在这个庙 就是在海上 不是 对 他只是在寻江河的时候 一年一次或两次 最多是这个样子 只是说 我们台湾有这样子 把这个庙 搭在移动工具上面的这个现象 对不对 是有的 想要透过这本书 对呈现给 所以这个庙 每年农历6月11号就会快闪一次 对 就算快闪庙 而且他本身是没有动力的 他算是船对不对 他是叫另外一艘船来拉他 来拉他 这个你们去找到他就不容易了 这个这个 而且而且在书里面记载的 书里面记载说 他跟这个其他地区三年一度的烧王船 祈求王爷把瘟疫载走的那种庙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他是存在那里的 但是他不是烧王船 他不是烧掉的 对不对 不是 这个庙的基地 这个庙的基地 就是这个庙的庙的旁边 很可惜那张照片没放上来 对啊 好可惜 好可惜 对啊 因为那张照片本身我就是一个机缘拍到的 就是我并不是要去特别找这艘 这个这艘船的基地 就是我开车经过和平岛 看到了 就看到就刚好巧遇经过把这个照片拍下来 所以这个照片我们知道 我去之前我已经找到这艘船了 已经找到了 只是我没有找到这艘船所在的那个庙本身 就不晓得他趴在哪里 对对 不知道他趴在哪里 Parking在哪里 这就是像是 后来开车经过看到了 对 明明中自有安排让我 一定会的 你花那么多时间 那个神明神明会帮助你的啊 对不对 他不用脱梦 他就你开车开到一半 突然你就转头 有这个可能性吗 对不对 确实它就发生了 就发生了 确实它就发生了 所以那你现在 你自己本身以前有没有信仰 应该说我本身是没有任何的 没有信仰的 没错 就是说所以这件事情 我是基本上是非常中立 开放态度的 非常开放非常中立 这也是为什么 我没有去研究妙的信仰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那一块 有很多前辈们已经做得很好 再就是 我相信真正有信仰的人 做那个部分会比我更有热情 对 那我能做的 也许 我能做的就是我们建筑师 建筑专业人员可以做 都市从业人员可以做的本业的部分 最后最后你花这些时间了 你从你看10年一路到现在 你最后你最后想要跟大家讲的一句话 什么就是寄生之庙这本书诞生了 问世了 然后你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就是你在观察台湾的城市跟庙宇之间的关系 你可不可以用个两三句话来把这个 把你最大的收获及心得讲完 事实上我最大的收获 应该不能讲我个人最大收获 而是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建常非常 就是去看那些你平常习以为常事的 不寻常之处 或者是说去关注你生活周遭 OK 多关心一点 这些庙就在我们生活周遭 对不对 可是很多人可能对他欺负避喜 或者是就当做他不存在 对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建常非常 这整个记录 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团队里面的人 我说过吗 他们第一个是觉得这件事情有趣 再就是他们觉得要有人来替台湾做这件事情 对 因为事实上这些庙对不对 虽然说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另类的旅游景点 但是我的估计 他们大概做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后 就会慢慢消失掉了 你说这些庙 对 因为真正使用他们的族群 在半个世纪以后或一个世纪以后 凋零了 这就凋零了 对 你会担心吗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像自然鲑鱼一样 就是 在就在 在就在 不在 也没办法 不在的就是会不在 对 可是我们能做的事是在他还存在的当下 把他记录下来 对 但我对这件事情没有像你那么悲观 我觉得是一代又一代总是会 因为他有一个东西就是信仰去纤细着 去纤细着 去维持着 我觉得你看信仰产生力量 那个力量 佩然莫之能欲 你连政府都不能挡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 所以你也不要那么悲观了 好了 听到朋友 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赖伯威建筑师 他出的这本 寄生之庙 野人文化出版社出版的 他用了另类的观点 然后记录着 记载着 台湾各个都会或是乡间 以不同形式存在的这些庙宇 他所谓的形式是真的是用一种所谓的建筑的形式 然后存在或者是存在的形式 不要讲建筑 存在的形式 他可能是存在于 存在于庙 存在于墙边上 存在于两个马路中间 存在于水上 存在于夜市中 存在于各种形式 然后有108种不同的样态 36大系列 你如果觉得要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这本书 或是去想一想 生活在你做不着的 你每天生活在这都市中 你没有发现的东西 你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 而且未来 我很期待它未来 变成了台湾另类的一个观光的景点 因为这个太有趣了 而且这个现象 可能也只有台湾才会有 希望听众朋友 可以去跟赖建筑师的书 一起去走游 去看一看这些庙宇 也许你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 和启发 我们谢谢建筑师到我们现场 希望这本书大卖 谢谢大家 拜拜